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历代之下第十二章 今天我们要看索罗王的儿子罗伯安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在历代之下十二章十四节 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 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罗伯安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事才来找上帝 没事呢,就把上帝抛在脑后的人 罗伯安的王国强盛的时候 他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 以色列人也跟着罗伯安一样的离弃神 所以啊,在罗伯安做王第五年的时候 埃及王施萨就来攻打以色列 因为罗伯安王和以色列民呢,都得罪了耶和华 面对打仗的罗伯安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 哦,耶和华是公义的 当罗伯安王自卑的时候 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 不将他们灭尽 而且啊,还施予适当的帮助 但是,每当他安逸的时候呢 罗伯安就行恶 因为他并没有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 小朋友,我们是否有立定心智一心寻求神呢? 跟随神呢? 还是我们像罗伯安王一样 哦,要考试了才来祷告来寻求神 求神吃我们聪明智会能考到好成绩 没有考试的时候啊,连主任学也不想去 哎呀,书包不见了就关紧的祷告吧 平时呢,还是要妈妈提醒 才能够想到神的存在 还是我们需要学习好像大卫在诗篇所写的那样 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养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要永远住在神的章目里 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 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孩子,我们对神的关系 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建立起来 就像你跟你的闺蜜 你的哥们的信任和感情一样 都是经过时间一点一滴累积而来 我们跟神的关系也需要我们用坚定不移的心智来建立 接着亲近他 敬拜他 传福音 信靠他 顺服圣灵的带领 以神更加亲密 就像大卫还是小牧童的时候 他就习惯每一天亲近神那样 那么,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遇到任何的问题 你都不会惧怕 因为神是你的盟友 他一定与你同在 帮助你 就像神帮助大卫 与大卫同在一样 Amen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